给他一个说房的机会 他能让你对人生失去希望 当他说出200来万的时候 辛粉还在期待是什么豪宅 老粉就已经知道 这套房违反了日内瓦公约 这个房子呢 这个门道也是在咱们这个房本面临的 咱们这个房子整体来说是这种长条形的 后边呢是给咱们预留了一个上下水 后期呢咱们这块挂一个电视 然后下边放一个小山沙 都是非常不错的 说到这里 您就想问了咱们卧室在哪 来摄影师完以来 我给你展示一下卧室 楼上呢就是咱们卧室的面积 可以看见楼上的空间还是非常大呀 至少可以放一个两里程两里的床 然后前边呢 还有咱们休闲娱乐的空间 要是来上一个三五个好友 居住都是没问题的 可不敢胡说 一楼网友说 当他说挂个电视 摆个沙发的时候 我小脑直接萎缩了 二楼网友说 三五好友在卧室躺着 有点不太妥当吧 直接在一楼客厅里 贴脸站着聊一天也挺好 我们今天呢来到了牛街附近啊 大家看这道房子 保证你绝对没有见过啊 我接下来摄影师 跟着我咱们去转一转 非常的精致和密啊 好摄影师 咱们现在呢就来到主人公的门前啊 可以看到目前 是一个带装修的状态啊 后期呢咱们把它改为这种四白落地啊 而且目前前面的地砖 已经给你铺好了啊 后期呢前面是不是 咱们可以简单做为一个小雄关进来之后呢 做一个小小的会客厅啊 这里边呢 是作为卧室来使用是没有问题 日常三五好友啊 站税打 咱们排排来排去啊 不管你身高是啊 两米也好 咱们标的下啊 非常高 而且这里边可以看到是不是 这边 从我装衬啊 来 上这可以看到啊 这里边的插牌呢 已经已留好啊 后期呢咱们从这里可以边充手机边站的是不是 很方便 非常方便啊 而且后期咱们挂了大白之后啊 上面呢还可以挂几个衣钩啊 后期呢挂一些衣服 也是非常的便利啊 一楼网友说 好好 上班做一天累坏了 下班站一宿休息休息 真是牛博弈 二楼网友说 上了一天班感觉挺好的 回家一堂 感觉这辈子彻底完了 三楼网友说 别装修了 再刷两边大白 人都进不来了 四楼网友说 这睡到半夜 要是想翻个身 还得起床先出去转个身才能进来 城管仅需二百多万 就可以让你在北京的市中心西城区 红面小学画片之内 用有一套月儿中小院 来 现在咱们提前看看您的家长什么样 这是一个由三国家组成的 小孩 当时看的是 其中的一个人小孩 大家可以考虑 因为 因为时间 我们期间 我设计是 这个小孩 原来 我们的安心 在这边 现在 咱们就来到这个院中院之中 现在它是处于一个毛坯的状态 来 进屋里来参观一下 这个 这个正房里边放了一个自行车 将来可以 把这个自行车挪出去 改造成一个一居室 在这个位置 将来放一个双人房 就形成了一个两居室 再搭一个小盆 一楼网友说 厕所确实不大 不过也还行 正房呢 对此 迈克阿瑟表示 200多万我可以接受 要住多长时间 才能给我打钱 这个必须提前说清楚 双人像来玩不过 并且